一套戒備信號仍然生效 隨著熱帶風暴派被安遠離本港 機場的航班陸續恢復升降 不過仍然有大批旅客滯留在機場 等候航班離開 同事李嘉儀現在在機場那邊 李嘉儀的機管局最新的發佈是怎樣呢 移制港的旅客又滿不滿以航空公司的安排 陳佩林 其實機管局最新的數字就說 由凌晨12點到早上11點 總共有120班離港和抵港的飛機需要延誤 也有38班的航班需要取消 受到派備安的影響 昨天總共有4萬人需要滯留在香港 其實我們現在看看機場離境大堂 這裏的最新情況 我們都看到在航空公司櫃位前面 有大批旅客排隊等候緊辦理登機手續 在稍後時間離開香港 有部份的旅客就不是那麼滿意航空公司的安排 而早上在機場的離境大堂 也都逼滿了大批旅客 清晨機場的離境大堂仍然逼滿濟港旅客 不少人直地而睡 一代代行李就成為他們的藏獄 早上航班升降陸續回復正常 多家航空公司的櫃位前面都排滿等候辦理登機手續的旅客 人龍身研至機場快線 將機場擠得垂涉不通 警方就在現場維持秩序 航空公司的職員就呼籲旅客要耐心等候 我們同時會盡一切所能幫那麼多位 我們國泰乘客 不過仍然有人鼓掃 你一定要告訴我們 讓我們有一個安排 你叫我按摩機站在那裡 怎麼做 國泰就說有需要的時候 會加強班次疏到旅客 並且向受影響的旅客致歉 我們都是預計有28000多位的乘客 是在今天的航班上訂了位 變成我們會盡量要安排 包括可能可以加機 去疏到昨天滯留香港的乘客 我們很明白 今次的安排可能令到部分的乘客受到影響 我再一次是致歉 但是我們已經盡我們的能力 希望盡快是疏到 滯留在香港國際機場裏面的乘客 亦都作出了很多的安排 包括提供餐券、食水和帽子 大不滿的 不僅是離港的旅客 還有一班抵港的人 我覺得國泰安排得很差 譬如他派麵包、派食物 他就這樣拿出來 然後那個人就走了 整群人湧過去 又分不到哪班機打哪班機 還有很多小朋友很可憐 我昨天拿了個包 我自己拿到 但是看到有幾個小朋友沒有 我當然是讓他吃 等完又等 接機的人同樣心情照急 擔心當然 因為不知道他是在哪裏 當然是擔心 不知道會怎樣 不知道發生甚麼事 因為沒有指示 雖然派比安對本港的影響 已經逐漸減弱 但是今天仍然有多班的航班 需要延誤或者取消 機管局就呼籲來港的人士 致電有關航空公司查詢 航班受影響的情況 乘客可以致電國泰的熱線 以及其他航空公司電話 機管局也成立了一個旅客關顧組 向有需要的旅客提供食水和無煎 我們也要再次呼籲 離港的人士離開香港之前 再重申給所有旅客 來香港機場之前 請先跟航空公司做確認 然後才好來這個機場 機管局就說 今天總共會有6萬人 是預計來港的 計算昨天說的4萬人 即機管局今天就要處理 10萬個來港的人士 他們都說未必能夠 在今天處理得完 在這裏的報導是這麼多 先交回陳培立 謝謝李嘉宜機場的現場報導 天文台說 隨著派比安進一步減弱 本港下午開始風力會明顯減弱 稍後會考慮取消1號計備訊號 而在強風下 再發生多種臨時意外 寧靜文報導 台風派比安逐步遠離 但仍然為本港帶來不少雨水 在市區凌晨不停下雨 但風力就明顯減弱 天文台說隨著派比安遠離本港 風勢會逐漸減弱 稍後考慮取消1號計備訊號 香港今早的風勢已經慢慢減弱 隨著派比安一直遠離香港 我們相信我們的風勢 在下午就會進一步減弱 所以天文台就會下午的時間 考慮取消1號計備訊號 不過受到派比安外圍雨大影響 周末仍然有趙雨 離岸會有強風 天文台呼籲市民遠離岸邊 和避免進行水上活動 在大風之下多處地方再有大樹倒塌 在港島北庫林沙酸道 一棵直徑大約5米的大樹倒下 來回行車線要封閉 8號和28號專線潮巴 一度要改道行駛 而中區下亞利北道 近廣中醫院也有樹枝截斷 熱在路面 警方封閉全線 當局派人腳斷樹枝清理 新疆23A和多條專線潮巴 也曾經要改道 亞洲電視記者梁靜樂 天文台台長林超英說 天文台決定發出熱帶氣旋訊號的時候 不會受任何人影響 只會考慮市民的生命安全 並且堅持昨天不發放8號列封訊號的決定是正確 楊矮蘭報導 天文台台長林超英在電台節目解釋 不發8號列封訊號的原因 受到不少市民的質疑 有貨櫃車幾乎被貨櫃掉下來 幸好司機有成龍特技伸手 在貨櫃車及時跳出來 如果你們掛了8號風球 那些貨櫃車司機不用去冒險 在任何工作崗位都會有壓力 如果你說是因為強調壓力的情況下 就將你剛才所說出來的事情 就將慈善轉移到70年代的機制 到現在都是這樣的情況下 又將你自己本身的責任 是推向所有的機制上 我們是絕對接受不到的 林超英強調 天文台發出熱帶氣旋警告 首要考慮是人命的安全 同時要根據各項的指標 數據和預測作為決定 不會受到政府和任何人的影響 不可以用一個人當時害怕 或者他要回應社會某方面的要求 去做出決定 他的決定只能夠根據當時的制度 當時的數據 當時的預測 當時的判斷 所以昨天的決定 第二個人在我這個崗位 都只會作出同樣的決定 不過他承認 目前以維港平均風力 決定發出怎樣的熱帶氣旋訊號 並非不可以修改的準則 天文台在今年風貴結束之後 會詳細檢討 亞洲電視記者楊凱南報道